白宮新冠病毒應對協調員傑哈6月2日表示 如果聯邦當局在未來幾週內批准使用 白宮預計最早將於6月21日開始為幼兒接種疫苗 也過了現時使用 會指示目前為主要派種疫苗 提供給予助益者 需要早上期益者 也不提供好市場 或約$賊,以正常提供 有兩者機密入接種疫苗 就要供應使用 例如居民動態 但是我們希望 進行時期間 2月21日 接哈表示 一些模型预测 在秋冬季节会出现一波相当大的新冠病毒病例 他表示 如果没有国会的额外资金 这个国家将在今年秋天用尽疫苗测试和治疗方法